Hi! 我是Kerry 今天呢 我本來想說我今天就是一個放假的一天 我懶得出去滑雪 我就是在家裡想說就是休息 結果呢 直到今天啊 下午 叮咚 牛猜送了我的包裹過來 我把刀子一劃開 我想說 不行! 我要拍影片! 今天要開箱的就是這個啦 從來沒有開箱過 這是我在網路上面買的 為什麼我在網路上面買呢 我先跟你講一下 因為最近我在樂天上面有Point什麼的 所以在樂天上面買比較便宜 打開這裡面有一個廣告紙 不重要 登登 哇 好美喔 好 我在試穿上去之前我要順便跟你分享 為什麼我今天裡面穿這一件呢 因為我要跟你分享說我今年這個雪季都怎麼穿 就是怎麼穿衣服去滑雪的 這一件衣服就是我平常去滑雪之前 就是最裡面的那一件 就是有點運動的 這裡面是內刷毛的 Under Armour 的衣服 那我只是因為去逛街的時候 我試穿覺得這件非常的貼身很舒服 然後感覺也蠻保暖的 所以我就買這件 它有一點點小高領 一點點而已啦 很合 所以你運動的時候比較不會有阻礙 彈性也很好 所以我最近近期愛穿的是 他們家的這個最裡面的這一件衣服 然後呢我在試穿之前 我跟你說我第二件都穿什麼 我去滑雪第二件都穿這個 這件是Mountain Hardwear 的彈性超好的中層 那這件非常非常的保暖 穿上它等於就是無敵的狀態 那我想跟你說 如果你是一個跟我一樣非常怕冷的人呢 你就可以考慮買這一件 你滑雪的時候搭在你的雪衣裡面 就不會有那種KK的一大堆東西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呢 如果你是初學者你很怕熱的話 千萬不要買這個 因為我覺得初學者剛開始不適應板子會 練習的時候會比較費力 那如果你已經是中高階啊 你已經會滑 然後你又很怕冷 我就蠻推薦這一件的 那這個Mountain Hardwear 我明明要開箱AK外套 但是卻講這麼多這個其他的衣服 沒關係啊我就覺得順便介紹一下 那Mountain Hardwear這個衣服 其實它原價好像蠻貴的 我記得好像兩三萬日元吧 我有點忘記了 但是我當時買這一件 是因為它是在Outlet裡面最後一件 又是我的尺寸 所以也只有這個顏色 所以我才選這個 不然我通常都會選比較深一點的顏色 好那我覺得無所謂 因為反正這一件衣服就是穿在裡面的 然後它的彈性非常的好 我通常第二件會穿這個 第三件我們就直接把雪衣外套穿上囉 明明已經決定這一季呢 不要買任何的雪衣 因為這一季比較沒什麼收入 但是呢 看到這一件我實在是受不了 這一件是AK Burton的雪衣 是女生款的 那我之前影片裡面很常穿那件黑色的啊 是男款的 男生的 那我第一次買AK女生版 這一件版型我覺得還蠻不錯蠻酷的 是今年2020的新款 這一件呢 它是有Gortex的材質 那這一件的價格呢 是46,200日元 這樣子 齁 我覺得很好看 你知道嗎 因為我這個人非常的貪小便宜 我從來沒有在當季的時候買過雪衣 我這個摳軌呢 我買雪衣 我買任何滑雪裝備 我都一定會等它寄出或是寄摸大打折的時候 或是買過季商品 這件是特別的例外 也是我第一次買當季的雪衣 因為看到它本人之後我真的覺得 我受不了 怎麼這麼美 因為這個顏色它不是白色的 它是有一點 怎麼講呢 白灰白灰的感覺 它不是純白色的 這樣子 因為現在有打燈嘛 所以有一點色差 可能不太容易看清楚 那你可以到官網再看一下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開始賣了 應該有吧 這件呢 它也是shell 很薄的那種 就是很防雪而已 裡面 但是沒有什麼保暖喔 所以說 你裡面還是要穿一件自己的中層 這件外套非常吸引我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的design很 很簡單 有些它的配色 我特別喜歡的是它後面的這個 設計 就是很簡單 把它們家的品牌印在上面 我覺得超級好看 欸我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很胖 但是呢 我通常滑雪就是這樣子啦 我下半身是搭配 綠色的 綠色的雪褲 我會這樣子展示 這很好笑 因為我真的懶得動相機了 反正我下半身是搭配綠色的雪褲 那我旁邊會PO一下去 我在滑雪的時候 穿這件雪衣的樣子給你看 那你也可以搭配黑色啊 反正這種顏色是超級好搭 你下面要搭各種任何的顏色 都可以 是不是覺得超好看的 它這邊有大拉鍊 欸它裡面多了個隔層欸 因為以前的AK這裡面就只有一個口袋而已 沒有這種隔層 好然後裡面呢通常會有個暗袋在這裡 欸這件也沒有欸 它只有一個耳機出來的孔 它這邊沒有內袋 沒有暗袋了耶 哇它那口袋有點少 我在店裡逛的時候 完全是被它的外套吸引住 我就完全忽略了它的口袋 因為它口袋幾乎每一季 出的位置都差不多 所以我就沒有特別注意 因為一般這邊都會有口袋 但這件沒有 好沒關係它依然很美 然後兩邊口袋都有拉鍊 這是基本的嘛 然後這邊有一個透氣的 透氣拉鍊 很多雪衣都有 如果你滑到太熱的話 你可以打開來透氣一下 兩邊都有 然後這件女版的AK 這個手上是有拉鍊的耶 有放雪票的地方 這裡 其實我覺得這樣的設計還蠻不錯的 放雪票的口袋設計到手上 我覺得很方便 那這樣你就是可以把手機放在這裡 我拿到了我的雪徑 通常我會把雪徑呢 都是放在內層的這個口袋裡面 這樣放不放得下呢 我們來看看 欸 變得就是有一點黏強 而且不是太好看 穿這個女版的AKY套Spare Lens 可能就要想別的辦法放了 好 反正沒關係 漂亮勝過一切 不需要太方便啦 今年男版也有出這個顏色 但是版型還有長相 可能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我把照片放在旁邊給你看一下 好各位 今年想要買Burton AK女版的這個顏色呢 就趕快下手 Burton AK它每一年都會出不一樣的顏色 但是都稍做一點改變而已 不會改變到太大 但是每一年的配色都會不一樣 那這一件呢 我記得我在店裡的時候 有看到有紫色的 好像紫色配綠色的樣子 我把照片放在這邊給你看 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我這件的話 我就要趕快下手 因為它每年都會出不一樣的 不一定明年還會有這樣子的顏色出來 好那我現在底下換的是黑色的雪褲 反正我之後的影片裡面 一定會穿這件就滑雪 然後我一定是有時候會搭綠色 有時候會搭黑色的 或者是藍色的那種牛仔褲感覺的雪褲 所以到時候就可以看看 各種不同的搭配 是什麼感覺 我之後滑雪的時候一定都會一直穿 這件雪衣一定會很常出場 然後也很開心 終於可以擺脫那件黑色的AK 我真的很怕你會看膩 從去年的影片到現在 一直都穿那件黑色的AK外套 好啦今年終於有一點不一樣的感覺 反正現在沒辦法出國滑雪嘛 乾脆就先買一買 買一買雪衣過過趕癮吧 放在家裡 準備你可以多買一點裝備 準備明年 雪季一開放 立刻把你所有新買裝備都穿穿過來 好總之這件非常美的AK Burton外套呢 就推薦給你 如果有喜歡的姐妹們趕快下手 OK 我在想呢 因為每一支影片底下 都有一些觀眾會留言跟我聊天嘛 我覺得這樣子蠻好玩的 就是有一種小小的跟網友互動的感覺 我想說從今天開始 每一支影片的結尾呢 都來回答一些觀眾的小問題好了 那這個觀眾呢 他問我說日本這麼大 當初怎麼會想選擇住在北海道 北海道路途遙遠 半年都在下雪 你是怎麼樣克服 其實對我來說 半年都在下雪 不太需要克服啦 因為我們愛滑雪嘛 學校越大我們越爽嘛 所以說這個地方是不需要克服的 然後再加上呢 我是一個非常容易適應各種環境的人 我也不知道 因為可能從小就比較像一個野小孩吧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換一個環境居住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然後為什麼會選擇住在北海道呢 因為認識了一些朋友 然後在這邊開了滑雪學校 所以才會選擇在北海道 那其實我覺得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幸運的人 很開心當初有決定在這邊繼續生活這樣子 那今天就先回答這個觀眾囉 謝謝你這麼支持我 經常在收看我的影片 我會繼續努力 想辦法一週上傳兩支 因為我現在拍啊撿啊 全部都是自己用 有時候真的很累 反正我會盡量達成一週兩支影片 也希望你們不要看你 OK? 好啦那就這樣啦 那如果其他關於學衣外套的問題的話 你就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我會再回覆你 就這樣啦 掰掰 掰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